当然,我美化了我们的环境 我为我的阿莱拍了进十卷彩照 我把相片放大了,挂在墙上 阿莱的各种表情和肌肤掩盖了墙面的玻璃 阿莱在墙上千姿百态 又浪荡又圣洁,又破鞋又处女 这丫头惊得起拍 她有无数的瞬间心情与瞬间欲念 她的心中装满了千百种女人 唯独没有她自己 我甚至认为这世上其实没有阿莱这丫头 她像水一样把自己装在想象的瓶子里 瓶子的造型就是她的造型 瓶子的颜色就是她的颜色 这样纯天然的水性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具备的 由于寒冷,我们被结成了冰 我们的生硬体态只表明了温度的负数 阿莱是流淌的 阿莱是从从作响的 阿莱是卷着漩涡的 如果说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 我要说我不能和同一个阿莱做爱 这个小骚货实在太迷人了 我还想重点介绍我的一幅摄影作品 那是我用闭门为阿莱在灯下拍摄的 由于感光的时间长达一秒 我要求阿莱静止不动 但是她的手闲不住 她不停地用双手在脑后撩头发 照片出来的时候 她的脸庞似浇花照水 安闲而又静暮 然而双手与头发却糊成了一片 她的十只指头几乎燃烧起来了 而头发也成了火焰 照相机是从来不说谎的 我只能说阿莱不只是水 它还是燃烧与火焰 我把这幅相片放大到34英寸 挂在我们的床前 由于这幅照片 阿莱在高潮临近的时候 不是说我淹死你 就是说我烧死你 我喜欢我们的水深与火热 我们的好日子只持续了22天 我们同居的第二十二天是星期六 依照常规 星期六的下午 阿莱的舅舅又打麻将来了 阿莱的舅舅做外装黄生意 有数不尽的钱 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轻轻一笑 都透射出大款的派头 有点像电视剧里的黑社会老大 我注意过欧美电影 欧美电影里的有钱人 一个个都像哲学教授 而我们的舅舅 一有钱就成了黑老大了 这蛮好玩的 我和阿莱都喜欢黑老大舅舅 他每次带了司机过来 其实不叫打牌 而是输钱 黑老大舅舅在大把输钱的时候 面目十分慈善 所有的黑老大都觉得输钱是一种风度 一种美 我们和黑老大舅舅围着红木麻将桌坐下来 一落一落的马牌 在一张一张的出牌 我们的桌面上没有铺垫子 我们追求并且喜爱骨牌拍在红木桌面上 所产生的那种效果 绝然 清脆 大意凛然 义无反顾 而最迷人的当属胡牌 尤其在门清的时候 一牌充满了骨气的骨头 十分傲然地倒下去 这一倒也叫摊牌 骨头们在红木桌面上蹦蹦跳跳的 愉悦却不张狂 这个晚上 我的手气背极了 更要命的是 我不停地走神 我不停地想起与麻将无关的事 比方说红木 我想起了我的同事小豆 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广西人 居然把红木上升到了历史文化和东方审美的高度 他说 由于明朝皇帝对红木的病态迷恋 红木在中国经历了明清两代 早就不是植物了 我瞄淡写地说 我瞄了一眼阿来的牌 他炸糊 他在炸糊的时候居然也能够这样气闲神定 舅舅看也没看 用手背把面前的牌挡开去 笑着说 皇帝是假 皇帝是假 福气是真 舅舅叼着烟 眯着眼 问阿来 几个花 随后便掏钱 阿来